芳草鲜美的意境 带着清风拂面呢 我们将一同去谈防苦头人 他们是否过得悠闲自在 这是四季桃 四季开花万年结果 当我们还在为美好的事物 战断不已的时候 时间降大到了原始时代 我们看到前方这个春寨呢 这是生活着瓦族的土树人 他们的语言呢跟我们不同 他们把朋友称为巴麦 那么进入春寨之后呢 您可以用巴麦跟我们打声招呼 他们这个人呢 是以黑为美的 最黑最帅的小伙子被称为了黑马王子 最黑最美的姑娘呢 是被称为了黑珍珠 那大家进入春寨之后呢 您也可以看一下 谁是黑马王子 谁又是黑珍珠 现在我们看到 在我们岸边这一根黑色 有图案的柱子呢 是他们的图腾柱 一根代表了一任过世球场的功德 哪一根最黑最丑呢 就代表了那一任过世的球场 功德最高 现在在我们岸边 这三个大木柱子 中间是他们信奉的太阳女神 旁边就是金童和玉女 那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他们春寨了啊 这点是吗 那点不是 这是 可能是游客 我们看到在左方 茅草亭上的 这是他们的首领酋长 现在呢 他们正敲着鼓 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那我和123 大家一起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叫巴麦 对来123 对来123 那我等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 在他们左前方茅草亭上的 这是他们的黑珍珠 黑珍珠 他真的是唱着歌 欢送我们 我姐姐会 咱们是过的 嗯 怎么了 你刚刚给我讲一下 小姑娘 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树 刚过来 这红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用来营造 陶渊明比乡那种 意境所造的一个园林 那是陶树 叫什么呀 就是陶树 就是为了营造 那个意境所造的一个园林 那是陶树 给我们接木